马华雪州昨晚在滨海区联办盛大的团结宴出现蛊惑在群毁护欧戏码 更导致有党员受伤流血 据消息报道 该宴会是由马华滨海五个区会联合在士庚庄海口先法施工古庙礼堂举办的盛大活动 马华总会长魏嘉祥以及多位马华中央和州级领袖几乎全都出席 可见这场宴会的重要性和庄重程度 据刘初的视频画面显示 在台上发表致辞时 台下发生了口诀冲突 随后演变成全面的争斗 甚至有人扔椅子 尽管有人试图劝阻 但最终却被椅子击中头部 头破血流 这场宴会原本旨在展现马华团结一致自强不息的精神 但这次冲突无疑成为了讽刺 事件被拍下后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引发了网民的嘲笑和批评 身为马华总会长的魏嘉祥 也没有在事后即刻做出声明 采取对付行动 引发不负责任之嫌 一些网民表示 马华人的特点之一就是敢对自己种族 对其他族群则只是雷声大而已 叫你们团结一致 检讨人民为什么不选你们 而你们却大打出手 显然你们很令人民失望 还有人调侃说 这就是马华团结宴的象征 让全国人都看笑话了 魏嘉祥应该出来解释一下 一群自称为纳吉支持者的巫统党员 宣布在即将到来的六周选举中 支持国盟 原因是巫统主席阿末扎西 对前纳吉的特赦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据Astro-Avini报道 塞莫·哈末应然召开记者会 正式表态支持国盟 在此之前 他曾警告阿末扎西 如果对纳吉没有伸张正义 将有30万名巫统党员 转而支持国盟 他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对国盟的支持 能够依法为纳吉部伸张正义 塞莫·哈末应然说 他的组织之前 对阿末扎西为纳吉伸张正义 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但阿末扎西在反贪会 对纳吉提出 给予公平重审的呼吁时 保持沉默 塞莫·哈末应然批评 阿末扎西 让巫统看起来像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 对时不同意见的人 进行开除或冻结党籍 他呼吁国盟重振穆斯林的团结 并抵制巫统宿敌行动党的统治 他还表示 希望这次的州选举成为全民公投 并对阿末扎西进行不信任投票 与此同时 塞莫·哈末应然透露 他的代表律师已向巫统最高理事 洛曼发出律师信 因为后者诽谤他是寒杀在努丁的人 他要求洛曼在七天内回复律师信 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 因为洛曼所说的是诽谤言论 对此 公正党熟理主席拉斐兹认为 这属于巫统内部事务 应交由巫统领导层处理 作为团结政府和西蒙代表 以我的看法和经验 要说服人民最好的办法 是专注于最关键课题 与其被特定群体看法束缚 在选举专注于游里选民会 更能带来成效 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由于州选举聚集了 占更多数的马来人选民 因此他们对即将举行的 地区选举有信心 相信可以击败 由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慕尤丁指出 他三年前成立的国盟 自从去年11月的大选以来 支持率不断上升 让他感到非常乐观 他相信国盟将成为许多 马来人选民的首选联盟 因为他们相信 国盟会为保护他们 和伊斯兰教的利益而努力 他还透露 国盟也赢得了 非马来选民的支持 最近进行的调查显示 印语社区的支持率显著增加 慕尤丁表示 国盟有望保留 六个州中的三个州的政权 甚至有可能夺取经济强大的雪兰俄州 他认为在雪兰俄州获胜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州已经被安华的政党控制了15年 他坦言 近年来 马来西亚的政治出现了保守倾向 让人们对伊斯兰党的角色感到担忧 对此 他表示 如果伊斯兰党想在国家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就必须调整其观点 以满足所有马来西亚人的需求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 用六个字眼形容前首相马哈迪 和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即为仇恨 怨恨 憎恨 嫉妒 废弃和过失 他昨晚在吉达举行的候选人介绍 及竞选宣言活动上表示 马哈迪和哈迪阿旺的合作 并非出于马来人的前途或团结 而是出于个人利益 他认为这两人在过去30年 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 他们是问题制造者 而不是为社会带来建设性利益 塞夫丁强调 这是他最后一次 在公开场合提及这两人的名字 并表示以后将不再提及 他认为人民需要的是有建设性的社会领袖 而不是制造问题的领袖 此外 塞夫丁还提到 他接到吉达州看守 州务大臣沙努西发来的律师信 并表示愿意在法庭上见 他指出集中西县 五级恩卡山森林保护区的稀土元素 盗采事件确实发生 对吉达州土地及矿物局主任表示质疑 为何在第一次发生185包稀土盗采事件时 当局开出罚单给吉达大臣机构MBI 但在之后发生360包稀土盗采事件后 已经过去七个月 却没有展开调查 他进一步询问 吉达州土地及矿物局主任是否在试图包庇某人 并要求展开调查 塞夫丁还提到 当时吉达大臣机构要申请引进中国专裁时的支持信 是由吉达大臣机构发出的 内政部当时批准了申请 因为州政府需要专裁 他表示沙努西作为吉达大臣机构主席 若连签署文件都不知情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可能会危及整个吉达州 伊斯兰党熟理主席 拿督斯里端伊布拉辛透露 伊斯兰党已故精神领袖 丹斯里·聂阿兹的儿子聂阿 都拒绝在本次州选举中上阵 他表示 伊斯兰党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并认为聂阿都拒绝参选 并没有任何问题 在国盟吉兰丹宣布候选人 仪式后的记者会上 他表示从政有很多方式 不一定要成为候选人 他进一步指出 聂阿都表示 希望更专注于宗教学校 和已故聂阿兹 位于佛罗马六甲的回教堂 他表示继续发扬聂阿兹的遗愿 并不一定要成为候选人 但是其精神必须继续斗争下去 据悉 伊党曾建议几个选区 让聂阿都上阵 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 被提名为候选人的机会 好